斗罗大陆二爵士唐门第二集预告已放出,在这一集预告中,卦王霍宇浩还没有白拿到神级外挂,但是结识了贝贝和唐雅,他们正式组成三人小队,联手击杀千年修为的曼陀罗蛇,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 霍宇浩离家之后,就来到星斗大森林去寻找精神系的魂兽,碰巧遇见了贝贝以及唐门的门主唐雅。 霍宇浩也是因为做的烤鱼特别的好吃,所以唐雅想要将它吸收到唐门,但霍宇浩开始并没有答应,而独自离开的霍宇浩,却遇见了千年修为的曼陀罗蛇。 这个魂兽曼陀罗蛇,是毒属性魂兽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,毒性极强,不但有着麻痹的效果,而且对身体神经有很强的破坏性。 而且这个曼陀罗蛇还在寻找精神属性的人类,估计是想要吞噬来增加自己的精神力。 就在霍宇浩陷入危险之时,唐门的门主唐雅出现在她的面前,唐雅还是非常霸气,直接说什么东西,敢和歌抢人。 自己自称为歌,确实是很有趣的。 唐雅护在霍宇浩的面前,至于贝贝的话,则是最主要的战斗力,毕竟贝贝出场的时候,就已经是自带三个魂环了。 她还是柳二龙和玉小刚的后代,她的五魂正是攻击最强的蓝电霸王龙。 自带的三个魂环是两黄一子,第一魂祭是雷霆龙爪,第二魂祭是雷霆万军,魂力化为无数电蛇慢慢放大,结成雷电网在空中暴闪。 第三魂祭是雷霆之怒,所以也是在战斗中看到了贝贝的周围,都被蓝色的闪电网包围。 这是使出了第二魂祭,看起来很帅,也比较符合她的外号霹雳贝贝。 也是因为有唐雅和贝贝这两个大腿在,所以也是轻松地击败了千年修为的曼陀罗蛇。 至于男主霍宇浩的话,也是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,来证明自己不是废物,但是感觉她并没有太强的战斗力。 估计是使用自己的灵蒙武魂,看到了曼陀罗蛇的弱点,然后让唐雅和贝贝将其击败。 曼陀罗蛇的弱点是在嘴巴和眼睛的位置,粉丝们都知道,但是这三人组还是不清楚的。 另外,在这一集预告中,并没有看到霍宇浩的百万年天梦兵残外挂到账,估计要在第三集中才能够看到了。 对此,小伙伴们怎么看?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。